作词 李宗盛 依持明法门 解释无诸无识 上面我们讲到建筑的无历史 这个五条 身界 边界 界渠界 界渠界 介绍过 今天我们看幕后这条邪界 不无因果 已无众生 深入深恳 欧耶大师这几句话 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 什么是邪见 除了上面所讲 四大类错误见解之外 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 都包括在这类 这类你们的范围很大 很广 那么所有错误见解 最严重的 就是不相信因果报应 佛法里面常讲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世法 世法 佛法 都是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上 这是真理 山有山报 卧有卧报 这是自然的定律 决定没有办法 推翻自然定律 改变自然定律 现在科学家了 很聪明啊 他要改变自然了 也做了不少事情啊 现在研究这个动植物的基因 植物方面用的尤其多 改良品种 我们看到很多果木的品种 设置 经过他们这个人工改良之后 这个植物 长得确实很大 很好看 比如我们看到的苹果 蒙古 我看到的改良品种 但是改良之后怎么样呢 违背了自然的原则 它长得确实是很大 是很好看 从前那种品味 没有了 所以一个很大的改良的品种的芒果 跟那个 我们讲土生土长 没有经过改良的 那个样子是不好看 是很小 可是味道不一样 随身自然的 对人确实有营养 有利益 经过改良 这个品种啊 人吃了之后 究竟有没有好处 现在还没人知道 为什么这些年 好像栩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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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病 出现了 有人问过我 我是随顺古人讲的话了 来答复他了 古人告诉我 病从口如 或从口出 是不是吃了这些改良品种东西 产生这些栩栩多多 从来没有过的疾病 你去改变自然的法则 自然法则给你的回报 是凶灾呀 这个森林树木 现在人懂得这是 它对于地球生态的平衡有贡献 对于我们人类安全有贡献 它防止水患 现在人觉悟了 任意看法森林 破坏水头 这个 这个保护 一遇到 洪水泛滥的时候 就形成水灾呀 水灾过去是有啊 没有这么平凡呢 没有这么多啊 它能够介质一部分啊 这就是你要改变自然生态 要控制自然生态 可是大自然给你的回报 你受不了啊 所以古圣先行 在中国外国圣人都告诉我们 随顺自然 随顺自然是最健康的 这个是最基本的 我们这个身体 从母胎里面生出来 这是自然的啊 现代人呢 也要想改变它 最常见的美容啊 就真容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不肯随顺自然的 要想改变自然的 我们知道 许许多多经过美容之后的后遗症呢 不堪设想啊 它带来很多痛苦啊 缩短了它的寿命 这是什么 这是你付出的代价 你破坏自然 写自己的 好像这个相貌体制不好 有改变的方法 用什么方法呢 还是随顺自然来改变 这是正确的 我们的相貌 身体 得自于父母啊 父母给我们是个语言啊 正上语言啊 应是什么呢 应是自己的业力 啊 营业 满业 最重要的是满业 这是过去身中所造的善务业 那造的不善 我们的相貌 相貌不好 体制不好 怎么样改法呢 要随顺自然的法则来改 那就对了 不要用人为的 随顺自然的 这个自然的道理 我们今天懂得了 事出事发的都说 相随心转 那我们要想 我们的相好 怎么改变法呢 心好 相随心转 心好 相就好了 心理健康 我们这个体质就好了 身体就健康了 这个是随顺自然法则的改变 这个有道理啊 神仙人之道 佛菩萨之道 没有别的 就是帮助我们改善生活环境 改善我们的相貌 改善我们的体质 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 绝不是用人为妄想分别 职者 来改 完全是随顺自然的法则 自然的道理 佛家常讲嘛 佛师们中有求必应 求富贵得富贵 求儿女得儿女 求长寿得长寿 求成佛 你就能成佛 求升天 你就能升天 又求必应啊 完全是顺乎自然的法则 这个佛门的术语讲 随身信德 随身自信 随身法信 这个是一丝毫 后一阵都没有的 所以我们要怎样 转邪见为正见 这叫修佛 佛这个五种经 通通转过来 所以我们称他做 正知正见 阿罗汉 这个功夫 是正觉 所以 事出世间 大圣大贤的教育 首先就是教我们 要认识英国的道理 要明了 英国报应的 四十真相 我们希望好的古 我们要懂得修善音 懂善言 得善果 造作卧音 习求善果 那是违背自然发生的 那是决定错误的 这个 一物众生呢 这实实在在的 我们看先前这个社会 众生造作的不善了 凶载 频率 不断地 在上升 堕入深坑 深坑是将来的国报 比喻 三沃道 三沃道 进去容易 出来很难 再看底下这一端 烦恼着 五沃道 第三个是烦恼着 五顿死 真神 非 既烦性 是佛性 之行 挂乎着 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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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不能读 实 这个意思 前面说过了 贱战 贱 贱 成为历史 他很猛烈 但是 容易断 这个顿死 是很柔软 没有他那么样的刚强 猛烈 但是很难断 所以说 藕断 撕裂 烦恼 烦恼 烦恼的 染污 那么这个 五种呢 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错误的想法 就私活 前面五种 是你错误的看法 你对于宇宙人生 一切人事物的看法 看错了 那么这个五种呢 是你想错了 你的思想错误了 所以 你的间接思想错误 于是 你的言语行为 当然就错误 言语行为 这咋也 思想错误是意义 意义呢 别定连带着 你的言语造作 于是 你的生语 一三业 都在造业 都在造作 不善了 你感到的果报 怎么会好呢 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 我们要想 解脱 要想 超越 生死轮回 大师在此地 告诉我们 非 既凡心 是佛心 之心 那这个意思 很明显的 要我们 转凡心 为佛心 佛心自在 佛心 没有取血 没有得失 佛心 虽远 而不盼远 这一条 我们学会了 那你这一生 人生 真的幸福 真的美满 反倒作 理念 五条 第一个是 叹 惊叹 不能 看破 不了 一切 有违法 如梦幻泡眼 贪 是 九法界 六道众生的病根 六道众生 他所贪的 是明文利 是财色明 时睡 五欲六成 他贪的是 这些东西 四圣 法界 他也有贪 他贪什么 他贪佛法 所谓是 我质 已经破了 法质 忧存 这个法 指 他指着法 这些事 不了解 宇宙的 万有的 真相 如果 对宇宙 万法 真相 通达 明了 好 金银摊 就断掉了 就不会再有了 宇宙 万有的 真相 华言 讲得最透彻 讲得最清楚 细度 华言 这些事情 我们慢慢的呢 就能够明了 我们的底下两句 是引用金刚经上所说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暴淫 在金刚经上讲的 讲得直接了当 但是很不容易懂 需要详细的解释 我这里简单提一提 什么叫有违法 最简单的讲法 就是有生有灭 有生有灭 就叫做有违法 不生不灭了 就叫做无违法 那我在我们 感官的世界里面 各位想想 哪一样东西 没有生命 动物 有生老病死 直五 有生住一灭 旷五 我们讲星球 有陈住坏空 总而言之 你六根所接触的境界 没有一样 不是生灭法 这个生灭了 有生有灭 就叫做有违法 我们感官世界里的 大概只有一样东西 我们很明显的 看不出他的生命 虚空 千万年前的虚空 是这样的 千万年后 大概还是这样的 恐怕只有虚空不变 除虚空之外 没有一样不变 虚空当中的现象 也千变万化了 退了生灭法了 我们要认识清楚 佛告诉我们 这些法相 梦花泡营一样 刹那刹那 这些变化 他不住啊 什么 真的不变呢 能变的不变 要知道 这一切有违法 是所变的 能变的是什么 华言经上讲 能变是心信 住法所生 这个住法 包括虚空 为信所信 心能信 时能变 信实 能生 能变 他不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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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性呢 不变 一些万法 是本性 所信 所变 如果我们 把这个事情 搞清楚 搞明白了 那就是佛家 讲的 明心 见心 这个 贪嗔 吃慢 也统统断掉了 决定 不参 四十真相 搞清楚了 没有搞清楚 之前 决定 断不了 纵然 你用功去修行 想把它断掉 刚才说过 藕断 四年 断得不干净 所以 所以 建筑 你有相当程度的定功 你就把它转过来了 烦恼中呢 一定要智慧开了 转烦恼为菩提 他才能断 他才能断 断丝或 别断 建或 难 华言经上 有一首记 发行 变在一切处 一切众生 既过度 三世 习在 无有余 业无形象 而可得 这首记 我们讲过 如果 我们真正知道 一切诸法 就是一念自信 知道一切众生 皆是 叙事善有 同意 佛信 这就叫 入佛之界 这就叫 明心 见信 这就叫 尽信 成佛 你的烦恼 吸气 连根 连根 都转变过来了 所以 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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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我要说个俗 俗话 大家 大家听了 很好 也很容易明了 修正 我们的 把这个贫穷 把这个贫穷 修正为 富贵 把欲吃 修正为 聪明智慧 把病苦 修正为 健康长寿 这个你懂吧 真的 确实是这么回事 你要真的 明了了 这个学问 你要不要说 这个方法 你想不想得到 你要得到了 你有大理 我们想拥有 财富 拥有 无量 无边的财富 像诸佛菩萨一样 可不可人呢 佛菩萨给我们 肯定大福 你本来就有 你的财富 无量无边 变法界 虚空界 为什么现在 变得这么贫穷呢 那是你 你一射了 能变 能一线的自信 才变得这么可怜呢 祝佛与 法身菩萨看你 你很富足啊 你家财一万啊 你今天贫穷 像个乞丐一样 你真可怜啊 这个真可怜 这句话 意味很长 你不是真的贫穷到这个地步 真的贫穷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那不能跟你说这个话 你得家财一万 你今天捧着玩 在外面讨饭吃 这不就可怜民家 做糊涂到这种程度啊 一万家财在哪里呢 贫得 自信 这是大臣经上佛常讲的 自信 有无量智慧 究竟圆满的智慧 究竟圆满的 各能 究竟圆满的向好 你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啊 净土经里面讲的阿弥陀佛 华盐经里面讲的皮诺迪纳如来 一切众生跟他们都完全一样 一点差别都没有 我们的生活环境 我们的家 在哪里呢 在滑藏啊 在极乐 滑藏极乐 是我们的家了 我们现在也没离开家了 这是迷了 不知道那是我们的家了 不知道那是我们自己的财富啊 所以才起贪嗔痴之慢 在迷失 之中 我们要想 过于富裕一点的生活 幸福一点的生活 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铭心见心 啊 还救不过来 这个时候 怎么办 佛教给我们 行 你好好的修 你得修的 更新的 更新的 相应 你所求的 就先前 啊 我要求财富 财富的因 是谁也财 啊 读要记住 总的 原则 谁也得 啊 谁也得这个名词 是佛教的 啊 现在世间一般人也懂 哎 你舍得吗 其实 谁是因 得是果 谁财 得财 谁福 得福 谁就是布施啊 我们要想得财富呢 修财 布施 你要想得聪明智慧啊 修法 布施 你要得健康长寿啊 修无微布施 无微布施 是旧苦旧难啊 看到一切众生有苦难 我们 全心全力去帮助他 啊 这种做法呢 古报就是健康长寿 佛在今天 教导我们 我们要能体会 要能明了 要落实 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之中 啊 常常 把佛的教会 放在心上 念念不忘啊 遇到有机会 就要认真 努力去做 啊 啊 啊 财要散 啊 啊 啊 善它就有聚 聚了还要善呢 聚善永远在循环 永远在转变 越聚越多 越善越多 这个样子 永无止境 与信德就相应了 自信里面本具的德相 自然就现前了 就这么个道理 烦恼中第二个是称慧 不能忍辱 不了一念称心习 胡受功德令 佛在大小城经论里面常常告诉我们 贪嗔痴叫三毒烦恼 我在讲经的时候 常常说 这三种是最严重的病毒 没有三毒 外面才会受病毒的感染 内里他要悯有三毒 外里外面的 这个毒害再严重啊 不会感染 这个道理要懂啊 这是四十真相 那么佛又告诉我们 金言潭是恶鬼到第一 金言潭多恶鬼 成慧多地狱 狱吃多出身 这三种 行一 使三悟到 根本的 意音 也就是 舵三悟到 条件很多 这第一个条件 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我们如果把内心里面 这个三毒 拔除 你就决定 不舵三悟到 成慧 尤其重要 中国古人常说 小不仁 则乱大魔 释出世间的事情 大肆 要大跌 忍耐 小四 要小忍 不能忍 这个人 事出事乏 都不可能 有成就 我们细行观察 我们周边的 这些人物 这个人 有很大的耐心 能够忍辱 他会有大成就 他要什么都不能忍 我们知道 事出事乏 他业无所证 为什么 他没有耐心 一般讲的说 经不起考验 他很难成就 佛在 金刚经上 给我们说了一句话 他说 一切法 得臣于人 那我们要办事 要用人 用人 很重要 用人 你要观察 这个人 可不可以重用他 你就观察 这贪嗔痴 这三个字 如果 他无他 无臣 无痴 这个人可以重用 这个人 坚他 没有断 成慧心 很重 不能忍辱 那么这种人 就不能重用 你要重用呢 他一定会坏死 会勿死 知 善用人 这大识问 不能忍辱 他不了解 这佛经上讲的 一念 称心起 胡哨功德 所以功德 不容易修 这个话 我讲过很多遍 这几十年 在讲台上 常常提醒 同学们 决定不能有成慧 有成慧 对别人伤害 很小 对自己 伤害太大 太大 为什么呢 把自己 所修的功德 全部毁掉 佛在经上 你所修的功德 就像你自己造灵一样 你看看 如果你要造灵 你用多少兴趣 用多少时间 来培养 这些树 这些树 这块土地 变成森林 这块土地变成森林 一把火烧烧 千八年的森林 一把火烧完了 佛用这个 用这个来做比喻 我们修功德 很不容易 一发脾气的时候 功德完了 功德是什么 功德 功德是戒定 因戒得定 因定开会 戒定会是功德了 一发脾气 戒定会都没有了 全完了 修行人最怕的 就是成会 功夫呢 也就在这个条例 断令 顺境 不齐贪念 逆境 不齐成会 顺境逆境 善云 物云 能保持平常心 这人功德成就 我一摩经上说 平常心是道 不是小道 是大道 就是我们讲的 清净 平等心 注意想想看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慈悲 贪嗔痴 吃慢疑 这五个字 碰到一个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慈悲 通通没有了 一个都不能碰 这五条 我们常讲 这五条是真心 是大菩提心 常常要保持着 我念念 都是真诚 清净 平等 真觉 慈悲 决定于 真诚 清净 平等 真觉 慈悲 相应 那是我的真心 我现在迷失了真心 我现在恢复我自己真心 恢复要念自在自 念念不忘 念念不离 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 我能保持我的真心 保持我的真诚 清净 平等 真觉 慈悲 决定不能够落在 贪嗔痴 吃慢 以上 常常提高警觉 刚刚学佛的人 刚刚用功的人 总是 倔的时候少 迷的时候多 那古人告诉我们 说得很好 不怕念起 只怕惧痴 那个念就是迷 不怕迷起来 怕的是绝太迟了 你比如说 我们遇到这个 顺经 善言 心里也欢喜了 立刻就 欢喜什么 可以 不能贪念 知道什么呢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报应 把这个句子念几遍 金刚经上 还有一句话 凡数有象 皆是希望 你念几句 心就平了 可以唤喜 不可以有贪念 遇到 逆境 卧云 成会先撑起来了 也马上念一念 凡数有象 皆是希望 心平起火 你才能保持 真诚清净 平等 真就慈悲 是保持 能保持 就是佛菩萨 不能保持 心里面 贪嗔痴慢疑 生起来 真凡复 贪嗔痴慢疑 是六道的根本 这个六道轮回 从哪来的 就是从这 变现出来的 贪嗔痴慢疑 变现出 六道轮回 如果把贪嗔痴慢疑 转过来 转成 真诚 清净 平等 真就慈悲 六道就没有了 你超越六道了 不但超越六道 还超越十发界了 那你到哪里去呢 你到极乐世界去了 到华藏世界去 到一针法界去了 那么 注意要晓得 你自己修学 修学的功德 是任何人不能破坏的 谁能破坏 你自己能破坏 所以 魔王外道 他看你修学的功德 他怎么样 来破坏你呢 他变现种种境界来诱惑你 让你起贪心 让你起诚惠心 等于说 他在旁边 看到你发脾气 好 赶快烧 把你的功德都烧光 你就上了当了 是你自己少的 他没办法 所以 顺境 逆境 善云 卧云 我们要有智慧对待 理智 决定不用感情 用感情就上大当 贪嗔痴痴是因 古报是三土 你造这个因 你将来就多三八道 决定不能上当 佛 在经教里面 教导我们 关键 自己会做一个转变 那银经上说的好 若能转无 则同如来 这个话对谁说的呢 对法身菩萨讲的 法身菩萨明了 六道凡夫不明了 所以 法身菩萨能转境界 把不善的转变成善的 把远无的转变成亲近的 都能与信得 讲应 这个好啊 我们的 学这个本词 不生成悔 这个事情 很难 尤其是冤家对头 这个人 常常 毁谤我 无辱我 破坏我 我看到他 听到他的名字 就生气 这个我们一般讲是 人之常情啊 可是佛菩萨呢 跟我们就不一样了 佛菩萨看到他 这种做法 听到他 这个名字 或者他的 毁谤 不当 不会生气 生感激的心 这什么回事 怎么会生感激的心呢 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佛菩萨 他替我消业障啊 我们每一个众生 无量借来 在六道就生死轮回 不知道造多少罪业 这个人来 消我的业障 我恭恭敬敬的 感激他了 一点诚惠心都不是 这是 这是觉悟的人 明白的人呢 他能做到 迷惑的人 不觉悟的人 他做不到 所以 瞬间 逆境 善业 卧远 通通是善知 通通是帮助我消业障 帮助我臣服的 现在时间到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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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